大家好,我是來自紐約的柯漢卓,在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每四年會開一次黨代會, 只要是為了確定代表政黨競選總統的候選人,我聽說中國今年要開二十大了, 我想請中興社問到二十大欄目幫我解答,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跟它沒有什麼區別。 何漢卓,你好,謝謝你的提問。正如你所說,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每四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, 主要是為了確定代表政黨競選總統的候選人,這是由美國的政權組織形式來決定的。 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,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。 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,是一個擁有九千六百多萬黨員和四百九十多萬個階層黨組織的大黨。 其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。 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主要發揮推動理論創新,總結歷史經驗, 確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務,制定和確立路線方針政策,選舉領導機構和成員等作用。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常是怎麼開的呢?請專家來為我們繼續解答。 根據現行黨章,大會由中央委員會召集,每五年舉行一次。 中共黨代會有非常嚴謹的程序,以2017年召開的十九大為例。 大會開幕當天,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做報告。 在隨後幾天的會期中,各代表團分組討論中央委員會的報告, 預選、醞釀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、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名單等。 大會閉幕日當天,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, 通過關於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,關於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, 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。中共黨代會一項非常重要的議程是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。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黨代會報告,都明確提出了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。 如十九大報告的主標題,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,其核心觀點和核心目標一目了然。 而中共選舉新一屆領導機構是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的一中全會上。 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開市,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,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,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,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。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